這兩位評價是建設公司性復發相關的建案 這調出六年所造成的 現在台中市有要求在台中市 有九項性復發的建案 現在都先來提供單臺的案件 另外有這個房屋的專家 有在民設上面培評 說性復發最近這十年在國管市 有發生十三項的鑑安議員 還有結婚 不過這麼多都是發生就沒事了 台中市有設在發生通車以來 最嚴重的事故作成一四十項 事故原因就是這位旁邊的 新扶發文新愛月建案 調查對樓上落下來 作成列車都沒到撞起來 中庫一安 中心第一時間開發三十萬 台中土法局也意見就發發八十一萬 並要求起來 九項新扶發建案全補停工 建案鑑安應發嚴重的訴告 但這不是新扶發第一次發生鑑安訴告 大會一直燒台中夢幻城 建案二空二空年 起到一半就發生灰災 除了車載的中座事故 房山專家也在民設 來出來近十年來 新扶還在各管市中 共發生過十三項鑑安議員 轉到培圈新扶發民 對建案求婚 台中憑白 不顧消費者的寬意 並表示新扶發 這麼多的鑑安議員 所以都是輕輕發款就好 至於政府不確實感度 有政府相關 黨員應該確實記者 不要讓這麼多不良 記錄的建築繼續起床 記者丹凡無緣交官 台中憑向報道